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下面继续讲《无量寿经》 我们现在正在讲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当中 前面讲了一部分 那么可能还有一两堂课 不管是我们学习《无量寿经》 学习其他的法门 人一定要有一个长期持续不断的精进 这个精进要长期的自我提醒 否则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很精进 到了万年的时候不精进 有些人两三天还比较不错 遇到一些好的上师 法师 比如说有些人遇到一些车祸 觉得生命都是无常的 病好之前很精进的 人好完了以后又忘完了 这样的 但是这个确实不行的 我们要有一种有生之念 就活到老 学到老的一种精神 以前我们藏地很出名的 一部历史叫做《秦史》 《秦史》的作者叫古一世 古一世应该是八十多岁吧 在那个时候 他还要不断地去学习看书 非常精进 然后有些人问他 你什么时候学完 他说成佛的时候学完 我一直不断地一直在努力 所以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 我看到有些比如说 比如说学校 大学里面毕业 毕业完了以后就找到了工作 找到工作完了以后 再不学了 不要说佛教的知识 连世间的这些知识 他们都不愿意学习 已经找到工作了 他已经成佛了 其实人以前学的这些知识 还要不断地自己学 还要许许多多的知识 这样学习是一种享受 有意义的这些事 我们应该不断地去做 在这个上面不要有无常观 修得不要太好了 不要精进 修加行什么 一切都是空性的 修什么加行 无常的 明天死了都不知道 有些人表面上听起来 好像是有一点道理 但实际上他的思想 一点都不成熟 会有这样的 在这方面以前印度的 和平主义奋斗者圣雍甘迪 他说过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呢 他说 活着生活 就像明天死亡一样活着 学习 要学习 就像永远存留于世间一样学习 他说 生活就像明天死亡一样 不要特别地去耽著 就这样活着就可以 相当于是噶当派的修无常观 噶当派修无常观 他觉得明天有没有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不是特别地 执著生活 学习方面 好像永远存留在这个 哪怕是明天死的话 今天还要学习 就像《萨迦班之道格言》 里面所讲的一样 即使明天死亡的话 今日还要静静地去学习 这些格言对我们来讲 确实很重要 我们的生活应该有一种 不断向上 不断努力的 不要以一种自闭悲观 或者一种伤心 整天都是一种 特别失望的感觉当中 这样活着 没有什么意义 佛陀在《施主经》当中也是说过 说是 日日夜夜要长期的静静 听受法要不要有厌倦之心 然后我们的读诵 修行 平时在这些三法方面 都有一种欢喜心 在每个修行人的心中 唯有法最贵 最珍贵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现在很多修行人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是把名声认为是最可贵的 每次都是特别 为了自己的名声而奔波 有些人觉得财富 只是在即生当中最珍贵的 而希求努力 有些人什么都不想 就像老猪一样 天天都是吃着 喝着 睡着 一直这样 这些老猪能吃到一点东西 咬也咬尾巴 在墙壁下面一直这样躺着 晒太阳很舒服 而我们跟他的意识和价值观 有所不同 要有一种精进 这种精进当然有些人 好像对精神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义 看小说 熬夜 看世间的一些 没有意义的连续片 看电视 熬夜 有些人开始更可怕的 比如说打麻将 做很多非法的 这样整个生活已经颠倒了 非常可怜 但有些人还认为这是一种快乐 现在世间上的 有些领导是什么样呢 他们觉得只要过劫 或者大家一起聚会 过一个开心的生活 一定要喝酒 打牌 或者有一种非法的行为 才是人生觉得最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和 价值观念 的确是有很多的颠倒之具 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有时候我们看到 社会上的各种现象 真的是把疯狂当作 最快乐的事情 这是萨迦班智达也说过 所以说我们现在 每个人寻找快乐 寻找自己的生活的核心 应该是要打开自己的火焰 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我们长期处于一种 非常合理合法的状态当中 作为凡夫人的确是有困难的 一会儿生贪心 一会儿生嗔恨心 一会儿生嫉妒 骄傲 吝啬等等 各种烦恼也是持极彼腹的 用心 同时自己的起信心 悲心 菩提心 出离心方面的 这些善根极其微弱 好不容易生去 一生起来的时候 被各种的邪知邪见 烦恼业障 马上蒙蔽着了 这是我们凡夫人 并不是极个别人的 一种特殊的业感浅浅 有些人说 我好痛苦啊 不像你们一样的 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很好的 只有我唯一的一个人 烦恼深重业障现前 自己轻毁自己 其实也不是 大多数凡夫人的特点 基本上相差不远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生活的方向 应该处于一种如法的状态 其实一个修行人 真的要如理如法地过着的话 对他前世的福报 有一定的关系 我都经常在想 有福报的人 他有长期的闻思的机会 有长期的发心的机会 有长期的一些修学的机会 因缘各方面自然而然出现了 有些人都在一生当中 十到二十年 我觉得一个人十到二十年 真正的修学还算是不错的了 末法时代的时候 虽然我们人能不能获得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很难受的 但是人生的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用在修学上 也是不败费 因此我们有时候 当然跟前世的福报有关系 但同时我们暂时的因缘 跟自己各方面的努力 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在修学方面 我希望 不管是学净土法 学其他的法门 始终不要有一点 创新能力都没有 现在的话来讲叫创新 确实需要有一种创新 什么叫创新呢 我们不需要出离心 要开发一个创新的理念 或者菩提心要新的 但是我们的这种方式方法 要不断地完善 否则我们随着这个时代 随着这个社会要做的时候 我们在没有想象过 没有想象的很多烦恼和违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经常出现 古人的生活 跟现在的生活是不相同的 古人的思维方式 和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同的 还有以前人们的 所需求和谈论的目标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以前我们母去 基本上最多是谈论的时候 这个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 脖子上装饰的栓壶是什么样 但现在人们基本上都不谈 他们说这个人拿的手机是什么样 开的摩托车是什么样 骑的车是什么样 他们家有多少城楼 他们平时的话题不断地在转 而我们也是随着这些时代的人 就是此起彼伏的 心也是盲目地跟着他们去 今天他们探摩托车加钱的时候 我就跟着他们去探摩托车 过一段时间摩托车淘汰了 另一个轿车就这样 哦 我也跟着他们 那我们不断的话 实际上我们自我没有一种正知正念 我们应该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非常长远的 乃至生生世世的众生打击 其实是真正的解脱 这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徒 并不是很悲观的 或者是会掩饰主义者 不是这样的 我们对现实的这些生活 基本上是 我们这个佛教徒 其实也不是什么愚痴者 应该长期地学习 生活各方面的意义和来龙趣味 都是我们也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 生活毕竟是一种水泡 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 很美丽的一颗露珠 但是当无常的阳光照射的时候 它会破裂的 它会效益发解的 在这个时候人们所寻出的价值 基本上是无有任何的核心 所以说我们现在让人们也好 或者说让大家自我 应该寻找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的一种修行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闻思 非常重要 我也在想 很多年以前都是想过 《无量寿经》都是跟大家共同学习 但这个因缘很奇妙 今年有因缘已经跟大家共同学习 我内心也是每次翻开书本的时候 很欢喜的 不是我在这里假装表演 不是这样的 真的很欢喜 我相信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 看经书应该有一种欢喜 有一种信心 有个别的话 一打开可能经文的时候 心里很烦的 然后看一些乱七八糟的 现在世间的什么电视 那个时候你眼睛都是真的大大的 好像有些都是根本不需要眨眼 看到那些世间的一些 费力的画面的时候 一直是 嘴里含着一个什么 水果的时候 一直不用等 已经定性了一样的 机器人一样的 这说明他对经 有不可退转的信心 不可退转的信心 下面是 第三十七个法缘是 人天礼经之缘 若我成佛 诸遍十方 无有灯粮 诸佛刹土中 所有菩萨 闻我密意 无体徒地 以清净心 修菩萨心 若诸天人 不离经之恶 不取正觉 那么就是说 法处比丘当时发愿的时候说 当我成佛的时候 诸遍十方的无量 无边 无等 无数的刹土当中的 所有的菩萨 当中说是众生 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菩萨也发了大心的 可以叫菩萨 那么问了阿弥陀佛 我的名字以后 这些人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 生起欢喜心 向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 开始鼎体徒地的顶礼 还有以清净的心 恭敬的心 欢喜的心 开始修学六度万行的菩萨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世间当中的人和天人 人和天界的这些众生 想对修学净土法门的人 一定要恭敬 顶礼 如果他们对他不恭敬 我不愿意去正觉 就是不愿意去正觉 那么这个法院主要都已经讲了 一方面说阿弥陀佛的名号 听到以后的话 让我们心者来讲 对他生起清净心 并且向西方顶礼 这是很重要的确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听了一个法以后 光不能让他放在书本上 也不能只听过穿上而已就放着 应该自己的行为 点点滴滴地有所变化 我希望这次我们学了净土法门 每次都是每天当中也好 或者是顶弃和不顶弃的 大家对净土法门 比如说《无量寿经》 有关的《大藏经》 这些顶礼 像阿弥陀佛的这种法相和唐卡 或者有一些造相 就这样的话 把他放在自己顶礼的对净 向他顶礼 如果自己实在是 比如说没有这些供养对净的话 那么往西方就对净了 我以前讲过吧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隔壁有一个老太太 她到了下午的时候 一边念《极乐愿文》 一边天天都在摆 一直摆 摆到好几十年了 真的有些人的经济 就非常的难以想象 我去过有些汉地 有些寺院里面的 有些出家和居士 他们也是不断地在摆 有些摆得 把地板都破过好几次 摸之地板就已经破过 每次到拉萨大招式门口的时候 有多少人啊 他们都是在摆 一直摆 当然很多人的信心和意力 都是不相同的 现在印度金刚座 有多少人在摆 其实当然遇到这样的 殊胜对境的时候 我们膜拜也是很重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不像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 文化大革命期间 小小的一尊佛像 找到的话 都是特别特别的困难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们家世放牦牛的那个 我们那个隔壁有一个老喇嘛 他每次过年 三十号的时候 把度母和阿弥陀佛的堂卡摆下来 然后让我们摆一摆 我们好多小孩子 一遍晚上 一遍都是收日子 我们可不可以 什么时候摆堂卡啊 那个时候一遍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 那种特别精灭的画面 一看到里面的花 里面的香 包括一些佛像 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庄严 实际上是最美好的 有这种感觉 其实以前的这些修行人 他的生活处境 再危险 再怎么样 他还是愿意拜佛 拜佛 礼佛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 这样虔诚的拜佛 那么以阿弥陀佛的发愿力 有无数的人和天人 向我们顶礼 这一点我们也看得出来 现在汉地的很多 净土宗的这些寺院 那么有多少人 扫向拜佛 我们如眼看得见的人 对他们如是恭敬 一般寺院里面住的 比如说几个出家人 他从文化水平上 并不是很高的 但穿着佛陀的这种法衣 口念阿弥陀佛 大家都是如是恭敬 供养 我们看得到的 人众也是这样恭敬 天人和其他的一些 叶刹 落刹等等 这些非人对他供养和恭敬 是更不用说的了 所以我们自己真的不能把这些 当作是一种神话故事 人闻思闻思 到了最后的时候 还是有这个毛病 这是我自己 这期生当中也是可以体会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不知不觉 不知不合的时候 开始期许 这也不是特别的可靠 有些人刚来的时候 哇 听一堂课 对他来讲就像 阿罗汉如地那样的快乐 那种厌世和那种开心 真的是 这个是每个人 尤其是在红尘里面 刚刚出来的人 有特别虔诚的信心 但是这种信心过久了以后 慢慢也会变质 这是佛教徒必须要 值得注意的事情 否则比如说一个人 刚开始听课的时候 一直是热乐盈眶 一直是合掌 有时候都是从上课的开始 一直到下课的时候 还在合掌 一直盯着 但是到了十年以后 这个人的手掌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不一定 那个时候好像连听一堂课 听也可以 不听也可以 没有什么感觉的 即使在别人面前去听课 不听课好像不好意思 但是从内心当中 没有什么真正的动力 那是一种可能变质的现象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特别大的热情也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 我们要长期地有一种发愿 尤其是我们长期闻思的时候 把这些最重要的经典 再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们藏地有个很好的习惯 把佛教好像用在民间的生活当中 好像不是完全是一种信仰 他这种悉俗跟佛教的教理 用在一起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一下子 我们要改变这样的 有一定的困难 非常希望大家平时 念阿弥陀佛也好 念其他佛号 用在一种正常的生活 这样的话 临死之前 我们不会改变的 那么这样以后 有一定的功德和利益 因此其实念佛也好 出家也好 做这些善事 需要人们的认可 如果我们念佛 出家 谁都不认可 大家都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的话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可能很难弘扬佛法 虽然我们学佛念佛的人 还是很伟大的 以前三道大师 在《无量寿经》的书里面 也是说过 念佛之人的话 实际上是人中最好的人 人中最妙的人 还有人中上上之人 人中他是稀有之人 人中他是最深之人 就讲了很多念佛的人 或者学佛的人 在我们这个人当中 是最伟大的人 应该可以这么说的 可是现在很多人 因为自己的政治背景 还有生活习惯等很多各种原因 有些人把念佛的人 看着是人中最迷茫的人 学佛的人 人中最可怜的人 他们一直要 完全是相反 他们所学佛了 尤其是在现在 极个别的一些城市里面 我们家里有一个出家人 他们都觉得 让这些出家人 你千万不要出门啊 一出门的话 给我们家里的足足备备 都已经染上了灰气 人们在别人面前 我们没办法抬戒头 所以有些出家人 会去探望自己的父母 这个时候不得不带假发 穿一些在家衣服 其实他们都是 真的很可怜 现在的社会也不知道 什么是镜子 什么是铁 根本不知道 都也没办法的 逐渐的话我想很多人 不像跟以前一样的 现在还是稍微 各方面有一些新的认识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 应该一方面要好好地祈祷阿弥陀佛 然后别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水平 有念佛的 学佛的 祈祷彌陀佛门的 向陀佛门顶礼的这些人 我们也应该向他们恭敬 供养 赞叹 祈祷 随喜等等 下面第38个愿 妙逸自然载体的愿 就是妙逸自然载体之愿 若我成佛国众众生 所取义佛 随念极致 若佛命善来比丘 法佛自然载体 若不二者不娶菩提 所以法处比丘当时也是 法第38愿的时候说道 当我成佛 现前极乐世界的时候 我国土当中所有的菩萨 所穿的衣法 不要需要任何的轻作 不需要轻作 所以需要什么样的法义 只要一年能现前 就像佛陀 受善来比丘的时候 以佛陀的福报和价值力现前 那些比丘自然出家 当他自然出家的时候 法义也是自然载体一样的 所有的妙逸 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裁剑 裁缝 还有洗涤 染色等等 现在我们穿一件衣服 首先要做一件衣服 首先是找不到钱 一定要想办法 没有钱买法衣到处去借 或者是花园 我要买一个法衣 你可不可以给我的卡上打 三百二十五元五毛三分钱 好不容易结果买法衣的钱 然后又买不到 即使你买得到 或者长了 或者断了 或者是颜色不行 或者是别人做的不结实 或者等各种各样的烦恼 有了一件不行 这个还要两件 然后过一段时间 藏了以后还要洗 就是洗 尤其是藏地冬天洗衣服也是很冷 不洗也不行 然后考虑半天 洗还是不洗 洗的话 农泉水里面水也没有怎么办 不洗的话 好像现在我发越来越车 看怎么办 哎哟 天老夜啊 蓝天白夜 有些人在洗着的自己生活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 不需要的这些衣服 已经穿久了 生起厌烦心 我不需要这样的话 就像是电脑上的有些东西 处理到垃圾桶里面 嗚嗚就没有了 原来是不需要的 然后需要穿的 要有些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锁链的话 自然而然来 这的确是也可以的 真的是 就像我们现在电脑里面 很多衣服也好 好多事情都换 相当于有一种方便方法 马上出现 马上没有了 我也经常在想 哎哟 这些都是幻化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 福报都是没有 我们现在看见的 有很多电子设备所造的 有些事情都是 特别奇妙的东西先前 可是我们现在自己众生是没有的 确实是 极乐世界的话 阿弥陀佛的这种愿 自协衣服等等 这些都自然而然先前 其实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以前《华严经》里面讲 三财童子出生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珍宝和珍宝器 自然而然先前 后来家人非常惋惜 叫三财童子 还有《福尼王子因缘经》里面也讲了 当福尼王子降生的时候 珍国中 就是现前各种各样的 七宝等金 财宝 那就像是这样 我们娑婆世界都是有这样的现象 那极乐世界更不用说了 其实真正福报现前的时候 就像佛陀在《护生命经》里面 所讲的一样 就是说 修佛受乐报 所欲皆自然 自己所得到 所想的依靠福报里 自然而然可以现前的 这些现前也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其实我们的道业也是很难现前的 有些人本来都是 很想好好地修行 可是没有生活的来源 没有住处 所以这个修法一直是修不起来 有些道场里面的道友 刚来了以后实在是找不到住处 你加持加持 我能不能买到一个房子 今年买不到 到明年的时候 你有加持加持 我还没有买到房子 你加持加持 我天天都要加持 但有时候再怎么加持也是 每个众生的福报都是不相同的 但其实基本的生活条件 作为修行来讲也是很需要的 衣食可以治生命 生命可以治道业 也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的衣服 手 这些都是对人的身体生命 有一定的维护作用 而我们的生命 如果是很健康的话 那就是说对道业 修行都是很圆满的 因此当时阿弥陀佛这样的一种发愿 也是已经现前 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不会有生活的压力 现在有些学校里面的大学生 尤其是生活比较贫穷的大学生 每次都是自己买衣服的钱 得不到 即使有的话 也是跟其他一些 稍微有条件的学生的一些名牌的衣服 比不上很苦劳的 这是生活当中有各种压力的 可是到了极乐世界的话 的确是人人都是非常平等的 非常快乐的 而不会有这种生活的各种压力 所以我们也应该经常在生活当中 种种的一些不平衡 还有一种苦恼 不管怎么样 包括我们有些人 即使在可能买衣服上面 困难不是很大的 但是经常洗衣服 换衣服 好多在世间当中有很多的 确实实实在在的这些痛苦 这些痛苦完全都能解决的话 就寻找极乐世界 这是对自己的未来 长远去考虑的一些智者来讲 比不可少的一个途径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应该这样发愿 下面讲的三十九个愿 受的乐就像是露经比丘一样的大愿 若我成佛时 诸众生内财生我国中 若不我解惑 自具心境安乐 若得露经 诸比丘者不去菩提 法处比丘当时也是 发愿的时候 当我成佛现前 极乐世界国土的时候 国中所有的这些众生 能再生在这个国土当中 如果每一个众生不具足 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的自具 还有心不具足心安乐 意思就是说 每个菩萨都具足所有的自具 所有的庄严全部都具足 心也是很清净的 心里面的这种快乐 没办法我们 用世间的一种快乐来比喻 就像是阿罗汉比丘 得到露经通的时候 无有任何贪着的 极其快乐 无可言说的 这样的灭尽灵的境界一样 每个菩萨都是 如果不能得到这样 我不去菩提 不去菩提 所以在这里说 他这里的果中 所有的这些菩萨 一切自具全部都是圆满的 我们世间当中 自具不圆满了 一会儿 比如说有些人高压果坏了 有些人各种各样的情况 发生 痛苦 不说了 这些都是每个人 尤其是看到世间当中 有些人的生活 今天需要这个 明天需要那个 每天都是 那天我遇到一个人 他说 在家里面天天都是 早上起来 做饭 做饭 做半天以后 吃完了以后又要洗完 洗洗洗洗洗 洗完休息一会儿 又要开始做送午饭了 又开始做完了以后 大家都说一些 没有意义的话 聊聊聊 完了以后又开始洗衣服 又在中间坐一会儿 念一遍遍观音心就去 又开始做晚饭了 一天都是这样 诸而服食 没有意义 他说 你们出家人好熟 我说 我们出家人也要做饭 也要洗碗 在世间当中 很多自具有些都是不具具的 但真正没有贪执的 知足少欲的 非常快乐的一种生活 是的确在极乐世界是拥有的 佛陀在《涅槃经》当中也是讲了 这个游漏和无漏有因和果 实际上苦地和寂地 然后无漏的果和因 也就是说灭地和道地 所以他真正的漏津 无漏的智慧现象的时候 一切都是快乐的 但那个时候完全是 对财产的执著 自具的贪著 这些都是没有的 《佛本心记》 《佛本心记》里面也是说过 世间罕见执著人 少欲无求 不受苦 世间当中很罕见执著少欲的人 所有苦泣 恩爱哉 堕舍贪著 具财物 具自财 所有世间当中的一些 苦泣 恩爱等等这些来源 大多数都是贪著我们的财物 我们都知道世间当中 真的是 大多数的痛苦 爱好 跟财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也有一部分对自己的身体 感情 这些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些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完全都已经清净了 没有了 自己所需要的自觉 自然而然现前 所不需要的这些贪争之党 烦恼都没有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 真的 以各种事情所厌倦的时候 特别羡慕极乐世界 特别想发愿极乐世界 这样以后 怎么说啊 生活遭到一些痛苦的人 发菩提心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很充公的 很容易的 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世界罕见知足人 现在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尤其到了大城市的时候 感觉到 每个人其实不需要 真的很多东西需要的 但是他们的心不能满足 心不满足的话 世界当中所有的财富 你一个人拥有 也是不能解决的 这样以后让我们的心里 彻底地已经放下了一切有漏法 然后到达自己的 真正回归自然 也要希求往生极乐世界 这也是阿弥陀佛的发愿 那么下面就是讲第四十个愿 随意见到诸佛国土之愿 当时法处比丘发愿的时候说 我这个国中的所有众生 如果他愿意见到 随时都能见到 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 佛国的庄严现象 就庄严现象 这些庄严不需要通过望眼镜 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设备来看半天 然后就模模糊糊地 刚开始往东方开始看 往东方是不是现行刹土 对对对 开始出来了出来了 噢 现在又不见了 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我这个机器有关系啊 又开始听半天 最后眼睛都不行了 不是这样的 而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 是吧 是不是我太喜了 好 因为我今天迷迷糊糊地在讲 如果极乐世界讲 可肯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有时候 描述得细一点 好不好 如果想见到 各个国土的庄严 极乐世界不是有七宝的各种树 有些是金子树根 有些是银子树根 有些是蓝宝蛇 还有玛拉 车雀 栓虎 那天我们栓虎和湖泊的时候 各个经典的观点 都是不相同的 但七宝的树 随时都是看见的 不像有些是灰头头的 连一棵树都是找不到 即使有一棵树 很快就被山羊吃掉了 不像这样 宝树当中出现很多国土 各个国土的现象可以出现的 那么这个就像是明镜当中 看见自己的面容 照镜子一样 顺便不仅仅是宝树 其实无量宫殿也好 还有水池也好 还有各种外在的 七星世界当中都能现前 只要你想见到哪一个国土 这样能现前 如果不能现前 我不去证据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很详细地描述了 极乐世界的这些国土之后 大家一定会对他生起欢喜心 其实知识分子和有些真正需求 真理者需要这样的一种定解 否则你光说 阿弥陀佛那边很熟悉 你去好好地念阿弥陀佛 有些人不一定去念的 你这些想想细细的道理 通过长期的学习以后 在那里真的有许许多多 跟我们娑婆世界相比较起来 就是有不同的 我们现在你看 这是自己人间的东西 人间的这些其他的一个世界 或者说到别的地方 现在跟不像以前一样 现在还是通过电话 能听到一些话 这样的 但以前基本上 这个也是很困难的 那就很困难的 到了极乐世界 你不管是见什么 见一个清净的刹土 马上在宝树当中现前 你如果不想见清净的刹土 就想见到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 你的圈主 清净 你的朋友等等 一想见的时候 昼夜流失在你眼前 只要一念的时候 可以现前 那么见到这些是有什么意义呢 并不是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特别喜欢看别人在干事 是徒听 徒食 不是这样的 他们所见的目的 全是一种增上道性的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数字比较高的一些人 他们所看 所闻 所关心的是 跟数字特别低的人的方向 完全是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修行特别差的人 他可能心中最惦记的 就是贪嗔痴方面的一些事情 他说话也好 他做事情也好 他心里面一直是 要么是对贪心有关系 要么是诚心有关系 如果修行境界稍微好一点的话 他把这些看着非常的肮脏 没有什么意义的 应该他所追求的 还是对众生有意义 对自己的乃至生生世世 有意义的 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他观察一些地狱 饿鬼 旁生 对这些众生生起悲心 时时都是发出光芒来救度他们 然后他们看见一些 其他清净刹土的诸佛菩萨 转法轮的清净以后 随时都是在那里接受殊胜的妙法 在一瞬间都是能圆满 众多的复毁资粮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一般凡夫人 真的无法想象 但是只不过是 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没办法容纳而已 实际上的的确确也会存在 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样以后国土当中 要经常显见国中的庄严 好像善道大师的 《半咒战》当中也是说过 说是 一道弥陀安养国 毕竟逍遥极涅槃 也有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很多生活跟世间的生活完全不相同的 原来有一个人 从偏臂的山区里面 考到城市里面 非常高档的学校 后来在那里上班 然后他自受自己自转的时候 他说 我原来农民特别肮脏无比的 破烂的小房子里面 来到了繁华的城市 我的心里面有过天大的变化 我们真的是依靠自己的福报 和阿弥陀佛的誓言力 到了极乐世界 原来在娑婆世界的所有的 当时的生活也好 当时的贪嗔痴也好 我们的分别念也好 全部都是非常的可笑 当我们就像一个老人 一个人比较成熟的时候 他想起他在孩童时代的生活一样 其实我们有时候 自己也回忆 孩童时候为了抢玩具 而给别人打架 有时候我都想起来 这些事情都是 哎哟 我那个时候很不成熟 怎么是那个玩具 为了那个玩具 而给别人打上了 那这是很不合理的 但是这个事情 毕竟在我的人生里面已经发生了 就是说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 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也觉得是很可笑的 所以在这里也说了 什么国土的这些景象 可以在世间当中 也可以现前 其实这些现前的话 我们现在也是 有相似的一些因缘 比如说现在一些高科技 通过网络 通过电视 能看到许许多多 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些事情 但有些人利用这种方便方法来 有利益众生 自己也学到许许多多的知识 有些德行不高的人 依靠这些来 自己永远 成立在苦海当中 而且害己害人 也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些 比较难以想象的一些技术 就是有害有利的 就像两面刀一样有害有利的 而极乐世界的这些 不可思议的现象 全都是有利于众生 和有利于自己修行者提高的 所以这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下面讲第四十一愿 闻佛的密号 诸根具足 说我成佛的时候 在其他所有佛的刹土当中的众生 如果听到了 我阿弥陀佛的密号 以后从出发心开始 来到菩提国之间 那么这些听过佛陀 密号的人 他们的诸根 言耳必舍声等 诸根不要有缺陷 而他们的诸根不要有缺乏者 福德圆满 诸根具足 应该讲 如果不能这样 我不去成绝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真的 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 即使我们有方便的时候 在别人面前传颂 念诵非常必要 因为这些众生 听到了佛的名号以后 以后生生世世当中 他不会变成诸根取漏者 其实根不具足 还是在人生当中很痛苦的 啊 严根不具足 耳根不具足 像不说我们全球 像中国的话 已经统计了的 接近原来零六年的时候 十八千多万人 现在肯定是上亿了 只不过好多都是统计的 没有统计的残缺者 残缺人是非常多的 你看十三亿当中 接近一亿个人 十三分之一是诸根不具足的 有些是严根不具足 有些是严根不具足等等 这些人还是很可怜的 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有讲 还有《法菩提心经论》里面也说了 说是 若人心禅 禅是禅机的人 然后颜色处 诸根不具 还有发育财富 发育财富 原因是什么呢 当着这些人 全部都是以嗔恨因缘所致 其实诸根不具足的 最根本的因缘去寻找的话 以前我们在众人面前 经常实现一些丑陋的形象 我们骂人或者大人的时候 不可能一边微笑一边开始打人 所以就像《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如果修安忍的话 生生世世的藐视 所以有一个法师 讲课的时候天天要说 你们不要发啤酒 不要发啤酒 不发啤酒的话 非常漂亮啊 不是女孩子特别喜欢漂亮吗 你们不是特别喜欢漂亮吗 那一定要好好地修安忍呗 这样的 所以我们修安忍的话 生生世世的住跟居住 然后阿弥陀佛的愿力 在生活当中 都能现前这种大愿 就先前这种大愿 以前弘一大师也是说过 有一个人念 本来是双目盲人吧 通过念阿弥陀佛 后来开始复明了 所以有些人念佛以后 自己来世主跟居住 或者今生恢复 也有这样的 佛的假设 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自己 遇到任何的疾病 痛苦 包括身上有一些缺陷 在这个时候 诚心诚意地念阿弥陀佛 《极乐愿文》当中也说了 前世的这种 特殊的这些业缘以外 明镜的这种人 也能活一百岁 只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前世的定义 可能有些是难转的 除此之外 都能可以转变 就是这样的 下面讲第四十二愿 是得清净禅定之愿 不显证六三目的者 不取证据 他字面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说 若我成佛的时候 其他刹土当中的所有菩萨 已经听到了 我的名号以后 他们既能分别 殊胜的三目的的名字 语言 文字 所有这些三目的的理论 全部精通 并且这些菩萨 能安住于这样的禅定 禅定三目的当中 还有在一刹那间当中 通过这种三目的的威力 能供养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如来 如果他们不能供养 不能显证这样的三目的 第六三目的 显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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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丫头 马上来了 什么六三目的 六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吧 三目的 我没有看藏文 好像藏文里面也是这样的 听到我的名字以后 能住于三目的 安住于三目的 并且在一群当中 依靠三目的的威力 供养师方如来 还要现前这种三目的 如果不能这样现前 我不去证据 当时佛陀的发愿是这样的 好像《康义》和其他译本当中 也是基本上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说 依靠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后 能得到禅定的境界 这个禅定的境界 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禅定 这种禅定实际上是以刹那间当中 能供养无量的佛陀 就像我们打资粮道的时候 可以拥有各个清净刹土 而供养无量无数的佛陀 当然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他们禅定自在 智慧自在 供品也是自在的 所以他们想依靠禅定内 运游各大世界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佛经里面也是讲了 是哪一个经典 我忘了 有一个经典里面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修行精进的这些菩萨 能得到无量无边的 就像《华严经》 《妙华莲华经》里面 《楞严经》里面讲的一样 这些各种各样的三目的 那么三目的得到以后 能见到十方诸佛菩萨的中眼身相 见到这些诸佛菩萨以后 当然是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 和他的智慧和威力 让我相续当中能生起 前所未有的各种更高的功德 以我的功底力 也可以为了圆满资粮 也供养诸佛菩萨 所以这种功德可以现前 我们现在吸安住的时候 没办法去供养 去供养的时候不能安住 所以有些人当他发心的时候 好像不能禅定 当他禅定的时候不能发心 也很矛盾 其实这是每一个人 暂时我们就像是 搓成黑色和白色的绳子一样 在凡夫位的时候 现空双云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到了佛菩萨的位置的时候 在一刹那间当中 你可以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 无数的世界 世间当中可以 多少多少劫也可以 或者说在一个围城上面 都能显示种种的刹土 就像以前在《卫默积经》当中 也不是讲了吗 有一次《卫默积经》生病的时候 十大弟子都去看书 最后去闻殊菩萨 带着很多很多的菩萨和声闻去闻解 闻魔居士当时住在 因为他生病了 住在一个四方行两边都有一张 这样的房张 这样的握势力 在这个时候 他来了以后 当时舍离子就想 哇 今天文殊菩萨带了这么多的眷属 看怎么样看 你看那个闻魔居士 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当中 他现在看怎么办 后来闻魔居士在其他的刹土当中 接来好像是三万两千个宝座 就借过来了 然后好像四万两千有须的 高的狮子座 全部摆设在他的小小的屋子里面 他的屋子没有所小 没有扩大 那些法座和包括文殊菩萨带来的 无量无数的这些元素 全部都是坐在各自的法座上 在闻魔镜面前有佛法的交流 这些都是我们世间人说起来 恐怕是一种不可思议 不过现在 网络时代的时候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现在自己满足以前的 一般世间的这些技术 有不可思议的很多东西 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眼前 那么诸佛菩萨的这些 不可思议的禅定和智慧灵 也应该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国际上的许许多多 这些行为 网络 还有微信 还有各种这些设备和技术 现前的时候 对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景象 我觉得是更加容易生起这种信心 好 讲到这里 对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 也有很多东西 还想想想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